欢迎收看南大新闻导致的我新电汇大小师 很多人过年期间都会吃到太饱饱 过年后发现自己胖几个公斤 营养师提倡过年期间 同样保持营养贫困 多多搭配东西的素材 不要吃太油的才是真 那是真一顿真正是吃过头 后一顿就吃得更简单 甚至是跳过一顿也不错 当时保持运动习惯 就不能够抵养一直变丹 年多过后 很多人都很怕站在房子上 因为就怕一站起 发现自己的抵养是够了几个公斤 只怕发现百度比之前大了是空 毕竟过年过节还是会跟平常有差 年菜之类的一定会吃比较好 因为毕竟过年期间就是想要吃得开心 过年后体重大概都增加多少 没有 为什么 不敢量 老主讲不太敢量 因为应该很明显就会变胖 所以还是要先偏自己 不能量这样子 过年期间很多人 每天都是大虎大肉 也许朋友小姐到外面吃好料 连加期间很容易吃过料 做成体当便当 营养素提出 虽然过年用不了吃得更澎湃 但是也要注意控制吃的东西 和吃的分量 均衡摄取其实才是大原则 六大类的食物提供六大类的营养素 才是我们真正身体所需要的 也是我们的根本 也是能够长长久久的 所以在饮食上烹调上 我都会建议 其实我们尽量以清蒸水煮的方式 取代一些油煎油炸的 搭配十多食材水煮 必须不用钱 以及吃过多很多电粉 如果真的没法必须吃得更好 营养素也表示 欧阵人过 要是该吃更简单的食材 就不用怕替党的贵党 大餐之后大家就是要赎罪 那个赎罪概念其实也很简单 很简单嘛 你看你自己 你要嘛就是少吃 不然就多动 我今天这餐吃完了 好 那我可能去把它消耗掉 或是我真的不想动 那不然我下一餐就不要吃 要还有保持运动的习惯 平常是也保持够活动 让生活够消耗热量 最怕的就是吃这个算不上当 可以平常可以多运动 这样子就不用担心 过年的时候吃太多 然后过年的时候 也可以多出去走走 增加活动量这样子 只要会记得平常是 保持运动习惯 嘟到腻子也让身体够活动 注意控制吃的分量 就不用怕过年后 会变胖 记者收看财文报道